我们现在讲是圣灵充满帮助灵命和适奉 因为昨天我们讲 怎样提升人的灵命和适奉 那圣灵充满对这方面的帮助 我从我本身的经历 当我经历圣灵当1998年的时候 这个布道家为我按手祷告 我经历很大的能力进入我的里面 很大的爱充满我的心 我感动到非常强烈的程度 然后我就说 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经历神 然后我就用很多时间祷告 就越来越进入神的同在 后来有一期祝会 我经历喜乐 在祝会中经历喜乐 我就竭力的保守 我在祝会中不停的爱慕神 当时已经学习到怎样用心灵爱慕神 可以经历圣灵 当时就投入到爱慕神 当我投入到爱慕神的时候 这个喜乐就停留 我当天晚上保持 然后在路上在公车上 也不停的爱慕神 但我没有笑出来 但里面涌流喜乐 回到家中已经很晚了 我还是停留在神的同在很长的时间 明天早上也是这样 我是很想把持这个喜乐 就把持到现在 对我的师父是极大的帮助 我之前帮助人的时候都是用圣经 我现在也是用圣经 但当时但是用圣经的话 我发觉这个改变不大 我之前带领 曾经带领很多人信主 但很难带人 灵命很大的改变 也很难带人 进入世风 我发觉在没有圣灵充满的状态 帮助人进入世风 是小数 但现在帮助人进入圣灵的时候 更多人看到圣灵的能力 看到他们可以有圣灵的能力 他们就更愿意侍奉神 就好像这个姐妹 在传统的教会 他不能做很多侍奉的 因为他的强项 他的恩赐是祷告 关心人 他的恩赐不是教导 到现在为止 可能将来会改变的 但如果在传统教会就说 你教导 没有教导的恩赐 你可以做的 世风就是 帮财 财子 以至帮助 着物 但在圣灵充满之后 他会祷告很多人进入圣灵 这个以前是没有的 而且 当我更新人的灵命的时候 当然是讲道 但是用圣经 人会改变 但这个改变 不是很大 而且他自己觉得 能力不大 圣灵充满 能够帮助人 经历到神的同在 和他的恩典和能力 看到神这么证实 而且 神能够证实地 安慰人 医治人 这个是 没有圣灵充满 比较困难的 我以前祷告 我从来没有看过 我的教友 很感动的 哭啊 心灵被安慰 我没有看过一次 曾经也有些人 有心灵的 忧伤来到我们的教会 然后我就是 每一次讲圣经 然后为他祷告 祷告 为他祷告是怎么样 神啊 求你安慰他 帮助他 求你加力量给他 帮助他信耶稣 悔改 信靠耶稣 做救主 跟从你 就是这样祷告 祷告完之后 他的状态 跟之前是差不多的 没有很大的改变 但现在 如果有人有忧伤 有不开心 就看到他 马上就经历神的同在 这个也是圣经所说的 不是 经历圣灵的人说 才开始这个 是圣经里面说 有这个能力 而且 很重要是我发觉 这个 带领我的教导 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里面就好像有声音 有动力发出来 所以我会这样说的 如果你的教会 不太接受 圣灵很多的工作 首先你自己改变 你自己 亲近神的手 经历神的能力 神的改变 然后神就会带领你更多 我现在感受 圣灵的带领 很强烈 很清楚 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鼓励你 去 从圣经明白 圣灵充满到底是怎么回事 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呢 是有与神有极亲密的关系 这是我以前没有的 随时随时随地 可以经历神的平安 喜乐 爱 这个 随时可以经历到的 也帮助我追求圣洁 我以前是没有这个动力去 完全追求 追求圣洁 但我现在 我知道 任何罪都有破坏性 所以我对付罪的程度是 很高的 就是任何罪我就马上处理 而且里面有这种动力 真的不喜欢在罪里面 然后在打告小 可以经历神的